好 4月15號星期一是報稅的截止日 博稅局提醒民眾除了要踴躍報稅 不要欠稅還有逃稅之外 南加州的資深華人會計師也要呼籲 今年報稅的華人小心一些容易疏忽 或者是常常會犯的報稅錯誤 我們現在就有電話連線 給資深的會計師通理王 請他來說說他的說法 王律師你好 會計師你好 左博好 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好 請聽說明一下這個華裔報稅人 今年要特別注意有哪些報稅的錯誤呢 華裔報稅突然喜歡把父母親 立為撫養人 達到省稅的好處 在這點上我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稅法規定 納稅人必須要提供父母 雙親超過一半以上的生活費用 才能夠把他們立為撫養人 而在我看到很多的例子當中 其實父母親早已離開美國 回到自己的國家定居 尤其台灣有健保 很多年紀大的人都已經回到台灣去退休了 要證明納稅人有超過 有提供超過一半以上的生活費 您可能還要向國稅局提供銀行會管的證明 而除此之外呢 父母親有領取SSI 您也不可以把他們列為撫養人 這也是華裔報稅最常犯的錯誤之一 好那是那我們進一步要請問王快揮記記事 那一些華人因為賺的錢不是很多 不用納稅那這些人是否也要報稅呢 舉個例子來說 單身收入不超過9750元是不需要報稅的 不過平常假如雇主有預扣聯邦和州的收入稅 在這個時候你反而要來申請報稅 因為這麼做可以把那些錢退回來 是 那最後要問您的就是 如果有民眾真的來不及報稅該怎麼辦 來不及報稅可以請會計師代委申請延期 最晚到10月15 2013年申報即可 不過雖然稅表可以延期申報 不過該繳的稅還是需要在4月15號一併納繳 否則國稅局將會跟納稅人收取4%左右的利息 以及最高25%的罰款 好 那謝謝王快揮記事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精彩